春运以来,我国国际定期客运航班稳步恢复 其中春节以来,2月12日至18日 中外航公司执行国际定期客运航班5389班 每个网坛纪为一班 恢复至疫情前70.7% 涉及一带一路国家航班占比74.2% 目前,国际定期客运航班共通航64个国家 其中,一带一路国家48个占比75% 新加坡、澳大利亚、阿联酋、英国、意大利、新西兰、土耳其、卡塔尔、埃及和孟加拉等22个国家航班量已超过疫情前水平 新增科威特、卢森堡、坦桑尼亚、塞尔维亚、巴布亚、新几内亚五个通航国家 中美航班方面 自3月31日起 中美双方航公司 共可运营每周100班定期客运航班